注意看,尖锐问题答得滴水不漏,让全场开怀大笑 有人问萨贝宁喜欢什么样的女主持人 周围一听也都起哄叫起来了 萨贝宁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希望的女主持人是 要有朱军一样美丽的声音 有白岩松那样睿智的思维 有村永园这样的智慧和幽默 但是绝不能有孟非这样的花心 一说完,台下就响起如雷般掌声 没想到萨贝宁将这个刁钻的问题 也回答得这么滴水不漏 不会得罪女主持人,也能让大家满意 说到凡尔赛,不得不提萨贝宁 毕竟是一路保送上大学 有实力的人就是有底气 在节目里也会Q到自己的这番经历 节目里,何炯介绍萨贝宁是北大法学保送生 没想到落座之后,萨贝宁开始凡尔赛发言 把何炯说得一愣,还低下头看了看台本 北大法学本科研究生,双保送生 何炯刚说了一个北字,就忍不住笑了 顿谁也受不了萨贝宁的凡尔赛 但他的凡尔赛不会让大家生气 反而更喜欢 不过凡尔赛领域也有人值得了萨贝宁 那就是马云 接受采访时,马云拖着下巴 讲述自己创立阿里巴巴的经历 我创业从阿里巴巴创业1999年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一个月拿过工资 工资当然都发到我们家老婆账号上去 我从来没奔过钱,我对钱没有兴趣 言语真挚,一本正经 一旁的萨贝宁却一动不动不敢说话 不可思议地看向马云 看来面对马云的凡尔赛发言 就连北大保送的萨贝宁也扛不住 曾与张子已有过一段情 后遇真命天女李白 你隔买提问萨贝宁 萨贝宁一脸不可置信 我为什么要跟节目组要他电话 他就坐我旁边 你加他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点那个意思了 没有没有 当时是好朋友嘛 就是他在做一块 也是出于礼貌加个微信 你说他要加我 我不加 他要加你 不可能 他凭啥加你 他想学中文 我说我免费交 大家都同时露出一种 心知肚明的神秘微笑 感觉都是磕到了磕到了 没想到还是老婆主动的 真不会是萨贝宁 不论是事业还是爱情都这么牛 毕竟凡尔赛也是需要有实力的